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 他告诉我 practice 习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见张家大师 сов指 我说佛法里头,有没有寂静教佛法修书。 有个话,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看了半个钟前,一句话不说。 半个小时了,好像入定了。 说一个字,有。 我底下就说有没有了,又不说话了。 大概有十几分钟,告诉我六个字。 看得不,放得下。 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 今天我教你六个字,你好好的学做六年。 儒家能够深远,达到佛的水平。 孔子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的境界,非常接近。 什么原因? 释迦彻底放下了,孔子也彻底放下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教我好好去做六年。 老人一个字,老人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 看了那么久,他给我说话。 我们心不定,佛动,必须到你心完全定下来,静下来。 才跟你说,说的管用。 佛子的不管用。 我跟他三年。 每一个星期接一次灭,他给我一小时的事情。 都是精华,话不超过三句,真的受用。 以后,我们再去看四十五镜,看出释迦牟尼佛给中国的这个古生献献,走的是一条路。 看过方向。 四书就有大学。 各五之指。 各五就是方向。 这指就是坑布。 说的言语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他们同一个境界的, 如是到三家造成中国传统文化。 大根,大本。 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但是不能不做,不做,没办法去。 一定要做。 放下什么? 放下杂念,放下妄想。 用佛的话来说,放下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之处。 你就称佛了。 佛跟我们什么差别? 没有两样。 同一个真心。 佛放下,我们没放下。 佛看破了,我们没看破。 佛,你能够看破方向,就入佛进去。 佛同样的智慧,同样的佛德。 是一,不是二。 所以佛在那里,佛在你心中。 你的心中。 你的心中现在为什么不是佛? 往下太多了。 疾念太多了。 修行功夫是什么? 眼见色。 看得很清楚。 不起行不懂念 不分别不止处 那就说佛也看外界 佛儿听外面深夜 所以看不放下 就在这个时候永共 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是智慧 统统万元放下 是不起烦恼 不起疑惑 佛所要说的在哪里 都在真意心里面 不是妄想 妄想是凡夫 妄想即行动念 分别知诸 这就把这 从佛降到凡夫 我们能够修佛 把看不放下 真正做到 起身 这佛不在外面 阿弥陀佛也不在外面 极乐世界也不在外面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怎么个修法 六根在六成经线 言而必识识 虽然神相为法 他在应对的时候 不弃心 不动念 佛 弃心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菩萨 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 进途中的方便 就是我们服务下 每一种能力 叫你念阿弥陀佛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你往下杂念 感受 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懂得 怎么个修法 言而必识识 再加上意 意就是念头 你心里所想的 六根对六成经纪 练这个功夫 有困难入不了经纪 念阿弥陀佛 用一念 指一切往念 使用这个方法 念久了 自自然然 水到我去证 没有迷信 恒复合固扯 所以佛法里 都有高等固扯 佛跟我想 万元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 包括身体 意识主意 统统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怎么是假的 它不存在 所有一切的 所有一切的境界 外面的 生活到底 一些人物 你说六根接触到底 你说看到的 就是那一刹那 看到的 再一刹那 它已经变了 已经不是的了 这一刹那是 多长的时间 多长的时间 你看的全是幻象 没有一样 你看到 这是属于 科学 佛经理的 讲的科学 今天讲 两次理想 既然是假的 你执着它 错误了 你占有它 错误了 真 修佛 把这一桩 事实 常常放在心上 六根 对六尘 紧接 你却容易放下了 你不再执着了 千万千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